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应该伸手去帮忙人家 第一次去荣华老人院关怀老人家聊天 或者是去跟他们捡捡指甲 到今天我还是记得 我回家问我的儿子说 你觉得我们幸福吗 那个感触真的很深 所以这个师父讲的 见虎知虎 出去做仿事的时候 就很听来听去 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后来因为真的是要写报告的时候 比较深入的去倾听的时候 你就觉得也有好多东西 应该要写下去的 给我的是很大的启示 它是我学习的对象 就是一天晚上 廖师兄就找我 我们成立幼儿园 从这么少学生 变成今天这么多的学生 就是经过我们一番努力 让人家看到我们在办的教育 让一些家长认同的地方 他们才会把孩子送来 我们实际在教花道 并不是在教你 只能把花擦美而已 而是能够把禁食语融入在里面 以花跟人家结缘 所以我2011年同时回两次 那次才有见到商人 可以说很激动 但是我有机会 从商人的手中 拿到那个出博红包 就很开心 我们都在慈祭里面 我们就要做商人所说的 谢谢大家